前中研院院长汪启慧9号请辞获准 隔两天就到试调处来报道 满脸疲惫学术权威转列号顶案被告后 检调认为还有案情需要理清 本想12号过后约台汪启慧和号顶董事长张念慈 没想到两人一早自备案件资料 主动到试调处来说明 4月21号号顶查处案外案 检方发现润探集团总裁英雁良和张念慈 合资的润亚生计 2013年跟中研院谈合作 翁启慧就大方让人参观实验室 还派专人简报 但最后合作破局 检方担心技术外流涉及背信罪 对此翁启慧向检方公称 专利是公开的否认不法 另外号顶案起因 翁启慧隐瞒女儿翁玉秀 在技术移转期间拿到润态集团 低价转让的3000张号顶股票 两年内就卖掉1067张 获利3亿元 还在今年2月号顶解盲的前一天 精准出托10张股票 成功规避损失 涉及收贿背信 上一回彻夜征讯 翁启慧会还是中研院院长 约谈后只限制出境 这一回翁启慧卸下院长身份 少了中研院的名誉招牌 剪掉不排除 做出交保等强制处分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